歡迎收看二粉之一 歡迎來到你們的殿堂 老梁啊 是 我好像沒問過你 怎麼跟Stacy求婚的 有 有 那一天呢 我就是帶著他們家人 就一起出來逛街 沒想到你這熊耳帶瓜的 還會聯合他的家人 這浪漫耶 不是 後來我就鞋帶掉了 我就蹲下來綁鞋帶 然後史黛基就說 我願意 他就哭了 就這樣 你是跟哪一個史黛基 那他家人在旁邊怎麼辦 家人 我記得我岳父就過來拍拍 我說那女兒就交給你囉 好好講 然後從此以後 我就再也不穿有鞋帶的鞋子 唉唷 我就是心不甘情不厭是不是 不是 是哪個史黛基叫他出來 你 就是你 對 因為... 因為求婚只能求一次 唉唷 所以以後就是... 很會耶 對... 就不穿有鞋帶的 是這樣 就是把鞋帶的這個鞋 讓給他對不對 是... OK 對 娶到美嬌娘OK啦 當然我真的心裡面好開心 我跟你講 求婚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是 我跟你講求婚求得好 我跟你講 因為你不求的話 另一半一輩子唸你唸到死了 就是沒有被求過婚啊 就是沒有被求過婚 就是北宋 對啊 就少那個過程以後 少一位啦 念念啊 對啊 沒關係啦 過去了 不會少一位 後來證實婚姻多一位 多一位 對啊 所以我就... 算了啦 過去期待下一段 沒關係啦 下一個會更好 你會怎麼樣嗎 不要有個人情緒 對... 我們今天除了講 其實我們重點不是要求婚 對 我們是要講 海內外有哪些浪漫的求婚景點 誰在乎 有的人他很想要知道 就是說 海內外他可以去哪邊求婚 成功率會非常高 譬如說夢多 他可能接下來就要求婚了嘛 喔 我講出來了 講出來怎麼辦 容易喔 對方才二十出頭 你這樣你也鬥得下去 欸欸欸 不一定差一個啊 欸 爛契 爛契 你還真的很霸怪耶 太誇張了 怎麼有一天你會找到你的 心愛的另外一半吧 有一天啦 有一天 對啊 可以來聊一聊啊 因為他沒多久之前 也有想要求婚 什麼啦 你在想什麼啦 什麼啦 現在只有你跟江勳 有機會在求婚啊 對 對啦 交結啦 結婚 也不只給他們兩位啦 也給我們電機前面的觀眾們 做一個參考 也或許我下次去這些地方之後 就要注意啦 是不是 喔 不要穿有鞋帶的喔 對啊 這倒是好事嘛 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閃閃惹人愛 她們的求婚超浪漫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 歡迎三位 大家好 到底誰想聽啊 當然是變了 求婚求得好 老婆不會跑 我們的聯合國旗 來歡迎 求婚成敗 攸關婚姻幸福 求婚地點 可不是能隨便挑 今天聯合國代表們 就要來介紹 究竟在各國 有哪些女孩心目中的 夢幻求婚首選地區呢 講真的 一生就只有這樣一次 真的 對不對 沒有回頭入 必須精心設計 對 而且從這個設計求婚 你就會知道 你到底了不了解 你的另外一半 對 對不對 但我們也要提供很多的 這個有特色的啊 請問一下各國人現在 到底都在流行 什麼樣的求婚方式呢 在意大利我們這個大的那個 浪漫國家 最近有一個新的東西 變得越來越流行 就是那個 證件 快照機 在裡面求婚 那要怎麼弄 因為其實意大利人有發現 日本人很愛拍照 然後在拍照的時候 拍很多很多東西 但我們自己 也想要開始拍照 但是我們的 我們還是只有那個證件的機 就是唯一個外面的拍照機 那越來越多人 他們就是跟女朋友去裡面 然後拍照 拍照的過程中拿出來 那個戒指 給他求婚 快速的求婚 這樣你可以拍到整個 表情 快速 我們以前在學校也很喜歡 跟同學去拍那種 快照 然後就很可愛這樣 對 我們在我們這邊 是一個很新的東西 我們一直以來都沒有 最新 最近才應該是有這個東西 然後我 但是呢 我們其實像我意大利的朋友 他也是這樣跟他老婆求婚的 非常非常厲害 但最大的挑戰 是讓那個老婆進去那個 快照機裡面 因為他覺得 為什麼要去拍照 然後他也找不到藉口 所以我就是想拍照啊 然後那女生就說 為什麼你突然想拍照 我 反正我們拍看看 然後進去 然後進去的時候 好阻力的事 對 好阻力 硬退進去 就進去 然後就拿出來 然後在那個照片 還是屋子上就說 妳就離開了 說什麼 生氣 台客 對 然後拍照拿出來 然後都 都是有這種照片 會讓他驚訝 對 非常的浪漫 非常的浪漫 永恆的回憶 而且拍照存證 你想賴也賴不掉 對 因為有時候要把女生 騙進一個地方 有一個很好的辦法 就是台灣男生很適用的 就是餐廳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呢 他的求婚方式呢 是騙我閨蜜說 大家一起出來吃飯 可是其實我們 不是 她是要偷偷的求婚 然後那個餐廳呢 它是一個景觀餐廳 可以看到101的 所以那個包廂大概幾千塊而已 也不會很貴 然後可以請朋友們吃飯 然後她就跟我閨蜜講說 妳今天要 要穿漂亮喔 因為我們大家會拍照這樣 結果她就趁 就是我閨蜜在那邊吃飯的時候 她就進去換西裝 我覺得這句話也是有點危險 妳今天要穿漂亮 大家會期待 就啥事都沒有 幹嘛沒台沒錢對不對 但是我朋友 她還真的沒猜到 因為我們太常出去吃飯了 所以她真的沒猜到 所以她真的沒猜到 然後我今天有帶她的那個 求婚的照片 就是她的狀態是這樣 用字卡的方式 然後就寫下 那為什麼不找一個 寫字好看的 欸 她不是重點 這個有點像好萊塢的電影 對不對 這個很適合 就是我們台灣男生 可能口才不是太流利的時候 就去寫一些他們 就是甜蜜的事情 然後最後再寫 你願意嫁給我嗎 然後才進來包廂 然後送給我閨蜜 就白紙黑字嘛 上面寫什麼 欠債還錢 不會啦 貸款兩分 梁赫群欠錢不還這種 九出十三歸 對 我覺得字卡是一個 滿有紀念性的味道 但是我 就自己的求婚 就跟那個 小小魚講得一模一樣 但是我們是去泰國 然後也是用字卡 那時候也是騙咪咪說 我們要去泰國 然後找了一堆朋友 一對朋友去 然後去的時候 他說因為我們 剛到的第一天 我們就說 我們要到這個飯店的樓下 那個義大利餐廳 因為那個義大利餐廳滿漂亮 他說你要穿漂亮 然後好 然後反正那個身旁的人 本來就很愛拍照 所以你平常跟他講這句話 他是不會有任何的 我覺得他會懷疑 但是出國的話 人家說出國啊 又那麼漂亮的景點 本來就在拍照 沒關係嘛對不對 然後這個有影片 就是我吃到一半的時候 我還說 那我就去上廁所 我就去了 然後呢 這個時候我覺得第一步錯開始了 我請一個很高很帥 跟我一樣光頭的義大利人 出來了 然後呢 開始光頭的義大利人 然後穿西裝 很帥 然後就開始唱歌了 然後那時候咪咪說 幹嘛為什麼這個人唱歌 然後後來我第二步出來 第二步出來你也知道 在一個一百八十公分的旁邊 我出來的時候 我的人就顯得非常的渺小 所以咪咪其實是答應 那個義大利人 喂 他有懷疑一下 那後來他回到我 因為我有拿字卡 但是第二個錯誤 因為那個時候字卡 他就從台灣拿過去 所以你知道要過海關 不是要捲起來嗎 所以要去的時候 他就捲成一團了 所以變成說 完蛋了 那個拉不開 所以每一張要抽開的時候 會 都要特別的難抽你知道嗎 你整理行李的時候 都沒被他發現 沒有 因為我是偷偷放的 然後所以裡面有四張 他每一張都捲到 後面都抽不出來 你知道嗎 最後是大家鼓噪說 嫁給他 結果我還好有作對一點 就是說 現場所有的酒 就是因為有不同的各國的來賓 說現場所有的酒 我請客 你花了多少錢 我們那張拍多了 就後來他們聽到說 酒湯我請以後 全部都輔到 Merry her Merry her 這樣全部嫁給他 然後當下咪咪也是 呼嚨嚨嚨 智凱也沒看清楚 就說Yes I do 這樣 所以記得 如果要求婚的話 酒要準備夠了 這是整個一個騙局 對啊 他說你看影片就知道 多混亂 智凱一打開上面寫 欠錢不懷 用來 用來 非何家圓 用愛發電 對 用翻的啦 就是有一種畫策 用翻的 用翻的 對 用一圈一圈的 對 這種的比較好 你就看這知道多搞笑 看那個影片就知道多搞笑 我有一個 我對朋友夫妻也是 他怎麼求婚呢 他說他那一天 把他 因為他們兩個其實都登記了 然後其實也是生了小孩之後 才想說要給老婆一個求婚這樣 然後他那一天呢 就把 早上的時候就把他老婆的戒指 他們睡前都 戒指都會拔在床頭嘛 他就把老婆戒指放在口袋 因為他要拿出來 再求婚嘛 然後他老 然後他就跟他老婆講說 那一天是他們 不知道什麼 一個紀念日 然後就說也是叫他穿漂亮一點 然後帶他去高級飯店吃飯這樣 然後呢 從頭到尾 我那個朋友很用心喔 叫人家來拍 然後放那個 那個 麥克風 就整個是在旁邊側路 然後他們就一開始是說 在裡面的餐桌 在裡面桌吃飯這樣 然後呢 他就說吃一吃就說 我們外面有這個 今天有布置這樣 然後服務生就說 今天外面有布置 你要不要去外面拍個照啊 等菜這樣 然後這樣他們兩個牽手說 哇 就旁邊那一條 他整個把它包下來 然後鏡頭就寫Marry me這樣 喔 對 然後呢 那一天還有個小烏龍 就說 新娘大遲到 因為他在家裡找戒指 對啊 為什麼 我想說脫拿戒指 對 他就說怎麼辦 怎麼賣戒指找不到 然後他老公就跟他講 沒關係 你就趕快出來這樣 對 然後就他搞的那天 本來還有點不開心 一定會 對 整個就還滿順暢的這樣 對 但我覺得如果是這種驚喜 一定要真的 要叫老婆誰中大白 或不然有一天 被照到很醜 老婆會和妳一輩 對 真的 FNZ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新娘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